他人生的哲学就是九文大字 交朋友养小孩传福音 交朋友他说他做到了 他说我的朋友上智总统 一直到人家不要的孩子都是我的朋友 养小孩他说他也做到了 他的一生就都是他来讲 人家不要的孩子传福音 他一直给了对付的传福音 觉得还没有床群的作法 在十一年前 透过透顺的故事 他是在美国陆会的一个法人故事 十一年前他退休之后 他就想再度来访他的老朋友 而且他们继续持续练第一届的同学 就是杨牧师 他再度来保护右院的时候 看到这群孩子 他突然心里有一个感动 就跟神祷告说 我这一生都从最爱的是意义 但是几次连下来有个误会 没有时间再接受他推行的意义 因为他也等着美色的传福 所以他跟神祷告说 祷告可以做他愿意 上帝给他这个经验的恩赐 奉献也都不参与 也帮助同学 男女士就留住 自己去我们先修了 那里都不再留上来 不去念这一层孩子的音乐 后来那时候 我们就把孩子移活起了 我们就在店里面 他就有八十几位 那这个学临写的 还是这个学走路 是司马上不离开 我讲三年级比赛也太少 大概三年级比赛 就移得起来 让痛苦是否 哇 大概社会这个孩子 年纪想办法 从中类一方 都跟他听说 社会就很隐藏的 非常胖 那么因为都到饭 就很胖了 后来 你自己想 后期可能 可能找个算 后来 很要巴掌 有些人心理 后来疯狂非常地有信心 他都没有关系 就开始就练 找了大概三十个孩子 就开始就练 就练练 那么发现才能够 很重 很好 又是言情好了 感恩 也会看 哇 最原本的 原始人家 也就是 我太原情 真的好 我太原本的